这一期教你们一些就是往前球的小球的发力 很简单 它的发力的结构是一样的 只是靠小臂和手腕手指也可以打墙 尤其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或者是准备热身的时候 你都可以这样去练 首先攻击不一定要准备一些 然后这样打 这样练 去控制那个球 练这种短处发力 然后去找球 然后步伐 稍微动一动 练正手的发力 正手 无可替代 无懈可击 无语伦 然后正手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练反手 是一个感觉 反手脚球 脚球 往上调 这些动作全部很简单的 弓箭部一定要做好 然后后边稍微升级一下 也就是正手反手 这个就要考验你的球感 正手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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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 正手反手 正手反手 就这样调整 用弓箭部 和上一期的就不一样了 这个主要就是找到你往前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底下调球的动作 当然还有上边的球 也一样的发力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打墙 它考验你的这个短处的发力 也就是手腕手指 也考验你的球感 你的反应 还有你的护防 所以打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效果 广义 让广大的球友受益